比特幣又回落了一些短期的頂部形成了嗎?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請甩我看下去 我們先來看一下比特幣的盤面 其實比特幣在我們過去的一段時間 它確實是產生了下跌 前一段時間我是在坐飛機 我剛從澳洲回到台灣 我們這段下跌呢 其實它跌的確實 它有產生一定的跌幅,但是跌的不多 第二個是它下跌的過程 相對於我們前面這一段是縮量的 好,我們來客觀理性的分析一下這個盤面 有人說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形成了短期的頂部呢? 怎麼說?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有人說我們這個位置 它出現了一個弧形的頂部 對不對? 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弧形的頂部 它其實在我們這輪牛市 也就是2020、2021這一輪的牛市以來的 所有的頂部形態 它大多數都是以這種弧形的頂部呈現的 它並不是這種像 2017、2018、2019的這種尖頂 它都是形成這種弧頂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幾個比較 我認為很值得我們注意的頂部形態 那首先就是這個頂部 這個頂部在形成的時候呢 當時我們也是走成了一個弧形的頂部 它並不是一個尖頂的 它是弧頂的 然後還有這個位置 對不對? 我們連這種回調的 這種中繼 它也是弧形的頂部 OK 只不過這個是失敗的 好 那還有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弧形的頂部就相當明顯 它也是弧形的頂部過後呢 就開始一段暴跌 那如果我們復盤到我們2017 然後還有2018的那一輪周期 我們就可以發現 它大部分的頂部都呈現尖頂 你可以發現這裡直接尖頂 對吧? 非常尖的尖頂 然後包括我們後面的幾次反彈 它都是直接走尖頂 它不像我們這次是走弧形的頂部 你都可以發現 然後我們在2019年的小牛呢 結束過後 它在頂部的形態呢 也是走的這種尖頂 並不是弧頂 那其實 最重點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個市場它其實改變了 如果我們去觀察一些 市場很成熟的這種標的 比如說美股 我們都可以發現 這種頂部 它大部分都是弧形的頂部 原因就是因為 當莊家他想賣貨的時候呢 他肯定是希望控制在一個 價格比較好的位置的 然後去慢慢賣貨 他不會希望 價格直接就 像我們前面所介紹的尖頂一樣 直接就直上直下了 莊家肯定不會希望這樣子的 不過呢 如果我們以這個角度思考問題 我們就可以發現 其實我們這個小小的區間 它是無法形成頂部的 至少是無法形成 我們這段上漲以來的頂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段時間 它只有19天 非常窄的時間 這段時間呢 莊家它是沒有辦法 把我們在下方的這些吸收的籌碼呢 給全部賣出去了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在下方 至少至少就有61天的時間 那我們上方只有19天 這個怎麼想都不合理 那再來就是 我們其實現在 下跌的過程是縮量的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在這段下跌的過程 是縮的 OK 亮的是逐漸縮的 而且我們這個回調呢 它也是一個236回調 我們之前其實有縮到 我們在一段多頭初期 OK 多頭初期 它通常會 它通常回調的幅度呢 都不會太大 如果說回調的幅度太大的話 那麼 就 會非常危險 OK 就 我甚至會認為 它有可能就不是多頭初期 不過我們可以發現呢 現在它上漲 過後 OK 這段回調是完全落在236的 那我會認為呢 382是 它 這怎麼講 一個合理的區間 落到38是合理的 那如果說再往下的話 技術層面上沒有說不行 但是 它就 比較不符合過去的這種規律了 通常 多頭的初期 它回調的幅度都不會太大 那有人就說啦 在其他的交易所上面 並不是縮量的情緒 因為其實 在回調的過程當中呢 縮量是 我至少沒有去做空 非常主要的原因 我們在縮量 我們在下跌的時候是縮量的 那如果 我們真的看到一個派發區的話 它真的是一個頂部的區間 它確實這裡有可能形成一個暫時的頂 確實有可能的 但是 它無法逆轉我們這一段上漲 它的趨勢 無法 OK 那縮量呢 也是我個人沒有做空 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來看一下 有些人說 那我們在幣安上面 它是 它的量能也不小 它後面還是 繼續放出 不小的量 確實沒錯 但是幣安這個標的 是值得參考的 並不值得參考 為什麼呢 我可以幫大家複習一下 我個人就有在幣安購買現貨 像是 這個是我在1月13號的時候 我購買了 上面這張是 9萬7千美金的比特幣 那價格是在19,100多 離現在 也有好一段距離了 也有好一段距離了 那 下面這張單子呢 是28萬美金的 是在19,600多美金買的 OK 那你可以發現什麼呢 這都不是重點 買了這個都不是重點 這個已經在Twitter上面講過了 大家如果想看 我非常詳細的 下單的資訊的話 可以上我的Twitter 我的Twitter非常的詳細 我們可以發現 我的手續費 OK 用BNB可以抵扣手續費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講了 手續費我是0元的 對不對 大家可以發現 手續費是0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我們自從 幣安 它5週年活動以來 也就是自從我們在去年的 7月8號以來呢 BTC它的交易對呢 就是0手續費了 所以 我們可以回看一下 BTC的這個盤面 如果以 幣安作為 交易標的的話 它的量能情形 就是失真了 對吧 那 如果我們去參考一個 失真的圖標 一個失真的量能的話 那我們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所以我個人是沒有去參考幣安的 OK 好 那我們再切到小週期看一點 其實小週期來看呢 我們也可以發現 它其實已經來測試到我們這條趨勢線了 對吧 離我們之前說到的點位呢 蠻接近的 其實現在的風險確實是增加了 這個不可否認 但 它 無法改變我們這一段 自從 16800以來的上漲趨勢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幫我的影片 點贊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哦對了 如果你也對交易感興趣的話 8EBAN 是我換過非常好的交易所 無論從掛單深度 順滑體驗 教育界面 都無可挑剔 現在點擊下方鏈接注射注金 最高可以享有3030美金的交易證金 非常幽默 好 非常感謝各位 掰掰囉 請客 請客 請客